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赞爆就是我赚钱赚爆了嘛 其实它在脖子这里带了一个武克拉的钻石项链 其实老师常在讲其实每一个天然的 因为钻石它也是天然矿石的一种 那其实只要是天然的矿石它纯度越高 它能量越强 那我们常在讲我们在布局的过程当中 我们很喜欢利用天然的能量 那其实这个钻石它就有天然的能量 所以这个钻爆守门的布阵 除了经由奇门遁甲方式启动之外 那李星老师也藉由天然武克拉的钻石项链 我们让这个钻爆 这个母子爆的阵法 它的能量能够源源不绝 一直帮我们的屋主每年都钻爆 那么今天李星老师来 不是要为各位朋友再次介绍这个钻爆 我们都知道下周要过年了 那过年其实每一位朋友都会想要 帮自己的家里面除旧布新 希望今年应该说去年 真的大家都很郁闷 那怎么样透过这个新年的开运布局 帮助自己在辛丑年 哎呀金牛年好好的来加分 那这些内容李星老师在今天的直播 都会告诉大家 所以赶紧帮助自己把今天这么丰富的内容 公开按赞按分享 开启通知小铃铛 分享给自己的亲朋好友 好那实话说过心里要除旧布新 要注意这个顺序 除旧布新 所以要先除旧再布新 那么一般的朋友对于这个除旧的一个概念 就觉得说我家里面我要大扫除 我要扫地 我要擦桌子 我要把一些旧衣服收起来 可是老师在这里要特别提醒除旧上面 我们常常会忽略掉两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首先第一个 除了擦桌子擦地板之外 我们要特别注意 如果说在屋子里的角落 这个角落不论是地上的 或者是天花板上面的都要注意 特别是天花板上面 很多时候我们天花板上面看上去 可能看不到但是在无形之中上面会有截着蜘蛛网 家里面截着蜘蛛网 其实自古以来就是不是很好的一个象征 那如果说蜘蛛网太多 那可能我们在家里面 我们在人事上 人和上 赚钱上 事业上 甚至是婚姻感情健康方面 都会容易有很多纠纷挫折 这个要特别特别注意 那再第二点 再来就是我们在扫完地之后 其实我们扫地 我们扫掉的是眼睛看得到的一些 比方说灰尘或者是污垢 但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 我们看不到的眼睛的磁场 或者一些负能量 那要怎么样去帮它给消除 其实在以前李星老师 有推荐过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我们可以去找酒片溶输液 洗干净之后泡水 这就变成净化水去喷 这是最简单的方式 可是这个方式会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这方式只适合勤劳的朋友 因为毕竟我天然这个溶输液 我拿回来泡水之后 如果说我三天之内没有用完 我这个水就要赶紧去换掉 因为它会容易长细菌 那这个怎么时候怎么办呢 因为大家过年都很忙 不过还好我们仰赖现代的科技 其实李星老师建议 除了说用这个溶输液水之外 各位朋友也可以多多利用 这个草本的除惠神奇的结界喷雾 这个喷雾它好的地方是什么 第一个它里面含有的成分 有艾草有磨草 还有莲花 还有很多除惠的一些元素在 而且重点它里面含着香氛 所以它的这个 我们讲说除了它可以帮我们除惠之外 其实整个屋子都香喷喷的 那我们很简单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其实只要在每一个角落 我们只要看得到的地方 我这样稍微喷一下 其实自然而然 它就能够把我们这一整年 所累积的负能量跟晦气给消除掉了 而且重点是用完的时候全家都香喷喷 这个非常好用 而且这个注意喔 这个除了怎么样 除了说我帮助家里除惠之外 如果说我们有外出 因为现在疫情很严重 对不对 感觉起来好像 这疫情又开始不稳定了 那这时候我们如果说进出一些 比较复杂的场所 我们可以把这个结界的喷雾 先往自己头上这样喷 往自己身上喷 先帮自己的身上产生一个自然的结界 这样子我们出门就有一道无形的防护网 可以保护我们 还有保护家人 孩子还有家中的长辈 好 好 那那么除救完了之后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 今年的重点 我们要步行 那其实我们所有的除救步行 都会有一个顺序 那以顺序而言 洋宅三要门主灶 大门是最重要的 因为大门是我们家里面的 首先的第一个进气口 我大门条件的好坏 决定了我进来家里面的气 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好的那当然无非就是财气 不好的那就是病气跟会气 那可是问题在于 不是每一位朋友 对于家中大门的坐向 都非常清楚 那我怎么知道 我家里到底进的是好的气 还是不好的气 那为了避免有这方面的困扰 那老师就会建议 我们就赶紧在家里面 一进门的地方 我们可以摆上一块地墊 那当然它这个地墊的形式 有很多种 颜色有很多种 那老师会推荐 因为自古以来 黄色金色是中国两大吉祥色 好那以到了新年而言的话 老师会特别推荐红色 红色除了代表了喜气之外 它也代表了吉祥 注意哦 只要是吉祥 或者是有吉祥寓意 它都能够画上 好 那我们进来 好 那这个红色的地墊 有这么多种 到底要用哪一种比较适合 其实只要选择自己喜欢的 就可以了 不过今天理想是为了 帮助各位朋友 可以很快的有一个方向 所以呢 老师就是带了一块地墊 那这个地墊呢 可以供各位朋友做一个参考 其实只要是红色的地墊 它都能够达到化煞的效果 那可是现在我们有很多种开运的方式 我们会希望能够多功能化 比方说以这块红色的地墊 除了它本身是红色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吉祥寓意 这个叫做中国的斗方 或者是说它叫做中国的复合字 所谓复合字的概念就是说 我一个方形里面其实含了四个字 这个字叫做什么呢 叫做出门建材 所以当我把这个出门建材 如果结合了红色的地墊 放在我的玄关 那就代表说 只要我们家里的人 我们只要一出门 我们平常出门就是为了要去工作 去赚钱 那我在出门之前 我一先踏过这个开门建材 我只要一开门 我身上就是满满的材气 除此之外 当我下了班 我从门外回来的时候 老师刚刚讲过了 只要是红色的地墊 红色的气场 它都能够划上 所以当我一进门 只要我的脚踏上这个红地墊 并且踩过这个红地墊之后 我身上的晦气 就能够得到第一步的进化 而且有没有看到 我如果脚踩着这个红色的地墊 我上面写了开门建材 我在走进家门 就叫做前进家门 多好多吉祥的寓意 所以各位朋友 如果说要除旧不新 记得先从自己家里面的大门开始 那大门呢 其实最简单的 我们先从红地墊开始选择 哎呀 好了 那有了红地墊 我达成了基本的开门建材之后 我们都希望 因为我们在15年 去年庚子年 大家在工作方面 收入方面 甚至是投资理财方面 都觉得很郁闷 所以都会希望在新的一年 我的财运 家里面的财气 又能够得到提升 那得到提升 我们就会要知道 我到底流年的财位在哪里 好 那以这个屋主 他流年的财位呢 其实就在李欣老师 身后的这一块区域 那我相信对于财位 大家对于财位的布局 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我可以放聚宝盆 我可以放皮修的吉祥物 或者是说我可以放 其他的流水盆 这些都可以 但是老师刚刚说过了 现在很多开运的方式 都讲求了什么 讲求了多功能化 所以李欣老师在这里 给各位一个方向 如果说我们能够找到 今年的流年的财位 那我们呢 可以尝试的 去做一个多功能的布局 比方说以这一个聚宝盆 它是一个金黄色的聚宝盆 它特别在什么地方 第一个 老师刚刚讲的 它有一支皮修 皮修在这个聚宝盆的正中间 它正中间代表 它站的是个主角 主角会发现 它的高度是最高的 所以它取了一个协议 叫做独占凹头 皮修的这个头 一定要是对着家门口 因为皮修要出去 咬钱进来 自古以来的说法是这样子 那除此之外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聚宝的旁边呢 有六只金蝉蝉 金蝉蝉的嘴巴上面都咬着金壁 其实皮修跟蝉蝉的定义 它们的任务是相同的 它们都是要帮主人出去咬钱 只是蝉蝉呢 它多了一个功能 其实我们在很多的风水布局当中 或是风水的故事里面都会说 如果家里面或是公司 有摆蝉蝉的话 我们人出门的时候 蝉蝉的头要向外 因为我要咬钱 回来的时候呢 我要把蝉蝉的头向内 因为我要让我的钱进家门 我要让我的钱入库 所以这个聚宝盆 为什么各位朋友 你们可以看到 六只金蝉蝉的头 全部是向着中间 因为象征着 我六只金蝉蝉 我帮主人把钱财咬回来之后 我的钱财要入库 重点来了 其实聚宝盆 之前老师在直播的时候有说过 为什么聚宝盆它能够聚财 简单的说 聚宝盆它的功能就是在聚气 最早以前的聚宝盆 它一定是头小肚子大 那我气进去了之后 我其实在这个聚宝盆的肚子里面 就初步来了 好 那当我们的这个金蝉蝉 我把财气咬回来之后 这个财气它会聚集在聚宝盆里面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聚宝盆里面 老师放了许许多多的五色石 五色石代表的是金木水火土 五行相生生生生不绝 而且在这聚宝盆除此之外 还放了五帝钱 这五帝 这个五个皇帝是清朝 全盛时期 非常著名的五个皇帝 那它这个五帝钱本身就有化煞的效果 所以当我在聚宝盆里面 我放上了五色石 代表是我在库里面的钱 生生不息 循环不绝 五帝钱代表的是化煞 希望我在赚钱 我在前进家门的整个过程 都要能够顺顺利利 简单的说 不要赚是非财 这段时间 大家赚钱都赚得很辛苦 我们都希望有了这个聚宝盆之后 我们在赚钱的过程能够更加的顺利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金皮修的前面 有一个相赚的金元宝 相赚的金元宝 这个也是相当于是赚爆的一个概念 所以其实只要找到今年的流年才位 我们可以找一般的聚宝盆 我们也可以找我们认知的金蝉除或者是金皮修 但是如果说我们可以更用心一点 花点心思 我们可以聚足这些这么多的一个开运的概念 集合在一个风水屋上面 那就是一举数得 哇 老师 是 观众有问题 请问啦 刚才那个红色地垫 是 穿鞋子可以踩吗 红色地垫穿鞋子当然可以踩 没有问题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如果说其实重点在于什么 重点就是说 我这个红色地垫 它上面象征了一个吉祥的寓意 它并不是一个风水物 我再说一次 它不是一个风水物 但是为什么它有能量 因为红色的关系 所以红色依照物理学而言的话 它波长不同 波长不同有不同的能量 所以当我的脚只要踏上这个红色的能量之后 我自己本身它就能够达到吉祥 画下开运的功能 好 来 好 来 那我相信很多朋友会好奇 就是到底文字 文字它的能量在于什么地方 为什么 我们在很多的吉祥物上面 会比方说前进家门 开门建材 因为当我们人一开门 只要看到这幅文字 开门建材 我心里面就一直想着开门建材 当我的家里面 每个成员都想着开门建材的时候 我们常在说信仰产生能量 所以当每个家人一进门都想着开门建材的时候 自然而然身上就会带着材气 这就是文字符斗方的厉害 好 那再来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会有一个流水盆 这流水盆 其实它的位置是在这个房子的中宫 那当然流水盆呢 其实它主要的用意 它也是用来招财 那老师就会特别建议 如果说您家的房子 是坐东南向西北的话 因为刚好这里是坐东南向西北 那你们不妨 可以在这个中宫多加一个流水盆 它能够帮助各位 今年在整个事业上 同资理财上赚钱更能够顺风顺水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怎么样去加强财位之后 我们才有了 就像我们要抓到什么 抓事业 那讲到这个抓事业 就跟哪个位置有关呢 跟文昌卫有关 因为文昌卫主管了一个人的口碑 主管了一家公司的知名度 所以我们常在讲说名利双收 这个名一定是在前面的 所以文昌的布局非常非常重要 那以屋主而言 它的文昌卫在这里 那文昌卫在这里 那其实之前老师常推荐的 在文昌卫我们可以摆三样东西 文昌卫 文房四宝 文昌塔 那以屋主的话 他摆得非常特别的文房四宝 还有八根的文昌卫 那这些文昌卫跟文房四宝 自然而然就在帮屋主 他的口碑跟知名度做加分 那么重点来了 既然讲到叫想要名利双收 我名有了 那我利该怎么办 其实这个时候 我们就能够搭配画 其实在李欣老师 看风水的过程当中 很多朋友都会问老师 老师我家里面想要挂画 那我应该怎么挂 那今年如果我想要利用 这个流年 流年风水的这个能量 那我要挂画 我应该挂什么 其实老师建议 如果你们想要 把在今年 借由这个新丑年 整个精气 达到名利双收的话 我们可以挂这个 哇 财路满屋的这个黄金挂画 来 这个黄金的挂画 哇 它其实里面 它隐藏的寓意 非常非常的全面 首先第一个 我们可以看到整幅画 上面有金钱 下面呢 地也有金钱 而且重点这幅画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一棵金钱树吗 其实为什么这棵金钱树 这幅画老师建议放在文昌尾 举例来说 那以这个今年 刘昌尾文昌尾在正东方 那各位朋友 那如果说你不知道 今年这个文昌尾正东方 到底在哪边的话 记得干净报名 李星老师的这个风水勘语 你就会马上知道了 好 因为其实在文昌尾 它有一个含义 文昌尾它本身喜欢植物 它喜欢木质的材料 它喜欢绿色 所以呢 当我们有一个 黄金的金钱树 在这里的时候 树代表的生生不息 那就代表我们的金钱 挂在这个树上面 树的生气 它会一直帮我们 把整个财气往上给提升 而且这个财气 注意哦 在文昌尾 所以我本身 如果我文昌 已经有加持了 本身文昌尾 已经做了布局了 我在加码 就把我的文昌尾 再挂上这种黄金金钱 这种生生不息的概念的话 就能够达到名利双手的功能 还有 以这幅画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有两头财路 其实这个财 这个路它是相当于是我们财路 实路 那以这个路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头路它是站着的 一头路它是坐着的 其实它们两个各自分工非常的明确 站着的路呢 它是属于动态的 动态的就是它要往外去帮它的主人 找财路 那以这个做的呢 它是属于手势的 也就是属于防守的概念 也就是这一头路 它要帮它的主人去守财路 所以一头站着 一头坐着 再加上整幅画 我们看到就像是整个财气 源源不绝 透过这个相当有生气的金钱术 就能够帮助我们屋主 甚至帮助线上的各位朋友 我们可以达到财路双手 哇这音乐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好那现在刚好反正我们是在餐厅的这个位置 那其实因为在过往的直播里面 老师非常推崇灯光的运用 那其实在选择灯具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有很多朋友会很confuse 非常的困扰 老师你非常推崇灯光 那我这个灯具到底应该要怎么选 其实以这个案例的话 它就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一个 我们讲中岛的这一上面的这一个灯 其实这个灯在直播里面出现过不止一次 那借由这次机会 老师再特别的介绍一下 其实我们在选这个灯的时候 会有几个我们希望达到的效果 首先我希望灯的灯光要能够往上 对不对 老师在直播里面我都希望 如果说家里面有压梁 或者说家里面你的高度 楼地板的高度比较低的话 会产生压迫感 产生压迫感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准备一个立灯 让我的灯光由下往上打 不仅能够化解压梁的压力 除此之外 整个楼地板的高度 我能够往上提升 视觉上的压迫感就不会这么严重 第二个 当我这个摆这个灯具 如果说我没有灯光往下照的话 我这里会有一个阴暗的感觉 可是如果说我一个灯具 我能够同时满足符合 我向上有灯光 向下也有投射灯的光源的话 其实这个灯具 它是一举两得 所以如果说我们把整个画面 往后拉的话 各位朋友可以看到 在这一整个垂直面 不管是天花板 还有中岛这一块 它都是亮的 我即便装了这个灯 讲证到这个灯具的高度不高 但是不会有压过感 因为光线让我们的高度往上提升了 同样的一个道理 餐桌上面的灯具 其实也是很多朋友 非常困扰的一个地方 因为其实在餐桌的灯具 我们不希望太压抑 不希望太低 然后也不希望有太多的设计感 因为有些朋友会喜欢 比方说像旧式的灯具 它会有蜡烛 会有尖角 其实只要在客厅 或者是餐厅的桌子上面 有这种太多尖角的灯具 对于家人之间的感情 都不是一件好事 会容易针锋相对 口角会比较多 家人不能够聚在一起 不能够同心 好 那以这个屋主而言的话 当初老师就建议 我们在灯具的选择上 一样是选择它是上下 同时有照明的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灯具你看往上 它在天花板的地方 它有基本的一个照明 但是在我们站在往下 我们也可以感觉到 整体的光线 整体的照明 还有整体的高度 不会因为灯具太低 而让我们感受到 有非常大的一个压迫感 哇 那刚好借由这个机会 我希望能够 透过这个灯具的建议 帮助各位朋友 如果说您刚好 现在也在做 准备要做房子的装潢 那也刚好现在遇到 选择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呢 这个灯具其实可以 就可以当作你们 非常好的一个参考 老师 观众愿有问题了 是的 挂路的话 是不是有什么生效 不可以挂的 哦 好 只要是吉祥的寓意 只要是吉祥的话 比方路 路代表着财路 对不对 或者说挂葫芦 或者是说挂任何的 这个吉祥物 只要是吉祥的意义 就没有所谓的生效的问题 好 我们在挂任何吉祥物 或者是我们在做风水布局 放风水物的时候 我们都会给风水物一个任务 注意给它一个任务 当我的这个任务 跟我自己本身的生效 没有矛盾 没有相冲突的时候 其实我们不用刻意的把这个问题给放大 所以放入绝对没有问题 好 希望能够解决到您的问题 好 那再来 那你看我们的这个财有了 事业有了 那在接下来 那我想说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健康问题 那健康问题其实讲真的 这段时间大家压力都很大 每个人对于新丑年 都抱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期待 因为大家真的郁闷太久了 那这段时间 其实老师在服务客人的过程当中 也常遇到客人跟你 跟老师反映 这睡眠睡不好 不要小看睡眠睡不好这件事情 睡眠不好 人的情绪就不稳定 情绪不稳定 事业收入 家人之间的感情 父亲的感情就不会好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说除了我们要自己 好好调整整个房子的气场之外 其实我们也能够透过一些 很生活的方式 去帮助我们在睡眠的磁场 达到稳定 达到安定的功能 我们先来看一看 这个屋主他到底是用什么方式 来帮助自己 在整体的睡眠上面 这么这么的安稳 那其实屋主他平常 这是他的一个棉被 这是屋主的棉被 那其实屋主他平常在睡觉的时候 他都会用一个枕巾 我先不说这个枕巾里面的 他设计隐藏的概念是什么 但是呢 其实老师蛮推崇枕巾的 因为大部分的朋友 都会用枕头套 但是枕头套呢 当然就是 现在有很多种样式 可是枕头套比较麻烦的一点 就是我定期就要清洗 那对于一些年轻的朋友 或者是一些惰性比较强的朋友 对于换枕头套这件事情 就觉得比较懒 那懒要注意哦 那容易会堆积城门 堆积城门久了之后 脸上就会长痘痘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枕巾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因为枕巾它就相当于是枕头的棉被 相当于是枕头的毛巾 所以只要我们盖在上面 我们睡了一段时间之后 那我们要拿去洗的话 其实都非常非常的方便 好 刚刚老师有说了 睡眠非常的重要 那如果我们能够透过一些很生活 或者风水融入生活的概念 让我们帮助我们在睡眠的时候的磁场稳定 睡眠状态稳足质量好的话 其实对于我们平常在事业 家人和谐 还有就是身体健康这一块都会有帮助 好 那以枕巾老师就会建议 如果说呢 我们在枕巾上面 我放在这里好了 其实枕巾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颜色 那这个枕巾为什么老师会 特别拿出来给各位朋友做一个参考呢 第一个它用的整个色系 它是用土色的大地色系 其实只要是大地色系 它都有一种稳定的概念 有一种稳定的感觉 如果说现在有在关注房子装修设计的朋友们 或是线上如果有室内装潢设计师的 都会知道其实大地色系是现在众多设计师里面最常用的一个配色 因为就色彩学的概念跟能量而言的话 大地色可以给人一种安稳的感觉 当这个大地色如果运用在枕巾上面的时候 好 我人躺在这个枕巾上面 光是这个配色老师刚刚有说过 颜色它都有波长有波长就有能量 它透露出来的波长跟能量 它就能够帮助我们人在睡眠的时候身心达到平稳 重点在于我们的脑波能够平静 睡眠只要脑波达到平静 我睡眠的质量睡眠的品质就会好 品质好了之后接下来进行第二个阶段 我们可以看到 我把这放在这边 这个枕巾其实它除了大地色系之外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它有几个非常特别的元素隐藏在里面 首先这里绣了两个葫芦 其实葫芦在自古以来 它就是中国非常广泛使用的吉祥物 葫芦代表的是福跟禄 再来我们福禄寿三星 我们的寿星它在旁边都会挂了一个葫芦 所以葫芦它也代表着长寿 它也代表着健康 再来以葫芦而言的话 其实它本身又代表着什么 注意喔 真的葫芦里面是有很多籽的喔 是有很多籽的喔 所以在奇门遁甲风水开运而言的话 很常运用葫芦来求籽 因为我肚子里面有很多籽嘛 代表着多籽多孙 所以光是一对葫芦它隐藏的寓意 除了包含了我们的收入之外 包含了我们的健康长寿之外 它也包含了我们求籽的寓意 所以特别是当我们的枕巾 我们睡眠 人在睡眠的时候整个磁场是非常稳定的 人在睡眠的时候 其实全身就像是一个海绵 这也是为什么主卧房 房间的风水非常重要 如果房间的风水不好 磁场就不好 磁场不好 我们人在睡眠的时候 一直在吸收负的能量 那我们的运势就会越来越低 可是如果说我们能够透过一种很自然的方式 我们让枕巾或者是我们的枕头透露出来的磁场能量就是好的话 我们睡眠每分每秒都在吸收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能量 除此之外呢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枕巾它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天圆地方的古铜钱 其实它象征的也是一个五行的概念 因为我的黄色属土 另外四个延伸分别代表着金 木 水 火 所以藉由这个五行相声再搭配上这个吉祥的寓意 我整个这个枕巾它吉祥的能量就会源源不绝的 一直在我们睡眠的时候进入我们的脑波 跟进入我们的身体里面 这样我们就能够很自然的达到开运的效果 好 今天我们运用这个很简短的一个时间 因为讲真的开运的方法讲不完 真的讲不完 那老师只能利用这个短短的时间之内 把这个现有的一个几个开运的方式 推荐给大家 那也希望呢在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够牛气冲天 扭转乾坤去年的暑气全消 好 除此之外呢 那在过年之前呢 这个风水植人物今天呢 那就暂时呢会稍作休息 那预计会在明年的三月九号 重新在线上与大家再次见面 所以李兴老师再次的预祝 各位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呢 有问题吗 老师 请问 这样除旧不新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 除旧不新的时间其实是现在开始 只要您有空就可以开始做了 没有人限定说除旧不新一定要再除夕 这样子真的是太忙了 所以我们常在讲其实风水的跨年 是从去年的12月21号冬至就开始了 那只是现在我们在民俗上面 中国人的习惯上面我们会讲说除夕要除旧不新 但是其实我们的可运用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 所以不要偷懒 现在就可以开始做 老师刚刚建议的所有的除旧不新的方式 现在今天直播完了之后 你们就可以开始动作了好吗 谢谢老师 不客气 好了 今天非常开心 那也在这里最后再预祝各位朋友 在新的一年能够事事顺心 牛气冲天 牛转乾坤 那我们明年再见咯 拜拜